1936年10月19日 鲁迅不幸病失 关于鲁迅的死因 学界大多倾向于肺结核 肺气肿 勒膜炎 这三种疾病 在那个年代 国内医疗条件非常落后 这三种疾病是非常可怕的 堪称不治之症 不过国外的医疗条件很发达 比如苏联 德国 日本就都能治 鲁迅也有机会去 为什么最后却没能去城呢 早在1935年11月 苏联政府就曾向鲁迅发出过邀请 请他去苏联治病 但鲁迅没有答应 婉言谢绝了 后来鲁迅解释说 自己如果去了苏联 就看不到国内的新闻了 无法写文章 其实这只是一个明面上的借口而已 鲁迅当然知道 如果去苏联治好了病 就可以再多活很多年 也可以写更多的文章 实在没必要因小失大 实际上 鲁迅拒绝去苏联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当时有人造谣说 鲁迅写那些文章 是受了苏联人的指使 收了苏联人的钱 鲁迅向来是非常反感这些事的 因此为了避嫌 就拒绝去苏联 以免被人利用 到了1936年3月 鲁迅的病突然加重 出现了很严重的气喘 而且高烧不断 宋庆林得知后 就推荐美国医生 邓伟参与诊治 经过全面的检查后 邓伟医生给出意见说 鲁迅的病在中国是治不了的 要去德国医治 如果恢复得好 还能再活20年 但是为鲁迅看病多年的 日本医生虚腾 却劝他不要去德国 至于具体什么原因 谁也不知道 已经成了公案 反正鲁迅听了他的话 没有去德国 眼看鲁迅的病越来越重 虚腾医生 就向鲁迅提出建议 可以去日本治疗 虽然日本的医疗条件 比不上苏联德国 但是也不差 而且鲁迅与日本颇有渊源 当年曾经去日本留过学 对日本的生活也很熟悉 有利于身体的恢复 可是就在鲁迅准备动身的时候 蒋介石派人来了 还给他送来了不少钱 作为鲁迅去日本治病的费用 蒋介石的这个举动 显然是黄鼠狼给击败年 没安好心 因为蒋介石这些年来 没少拉拢鲁迅 但都被鲁迅举之门外 现在又给鲁迅送来治病的钱 显然就是要继续拉拢他 更狠的是 这次给鲁迅送钱 蒋介石还让报纸进行了大肆宣传 这样一来 鲁迅就算没收他的钱 只要他去了日本 就再也说不清了 因此 一向硬骨头的鲁迅就打消了去日本治病的念头 最终在上海遗憾病逝 年仅55岁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来 鲁迅把自己的名誉看得比命还重 就算不去国外治病 也不能让那些小人得逞 消息啦